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 不是太错愕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8月11日 当中央决定了可以 第六届的香港立法会延期不少一年的时候 香港建制派已经有很多意见 香港的立法会议员要宣誓 效忠中卫人民共和国及其 香港特别行政区 拥护香港的基本法 因为这一批议员这四人 在过去一两年之内 多次去美国 就寻求美国通过 《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干预香港的事务 并且引致总共有12个内地的官员 和香港的官员 包括我们的特首被制裁 选与主任是没有提制裁的部分 但是他很详细地将他们在美国的活动 的过程都列出来 所以在8月11日那时候 决定了第六届延期一年 已经有很强烈的声音 是要将他们拼尊盘案 但是当时在香港的法律里面 是没有这个机制 我参加了基本法的起草 起草基本法的时候 也都没有预计到 会有一个立法会延期的问题 所以是没有一个程序 在现在的基本法里面 是可以处理 因此811的时间 这件事就怨疑不决 但是过多月来 表现是很差 仍然是拉布 仍然是搞到留会 我们考虑 在香港其实面对很多天灾 我们不想那么多人活 我们要克服的艰难是很多的 立法会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 我们希望它是可以长迅运作 我们是没有时候可以浪费 在立法会里面 是做些这么没意义的事情 香港有些市民是不记得 或者不清楚 他们在外国做了些什么事 这一次的取消资格 是完全不是因为他们是反对派 立法会里有反对派是正常的 也不是因为他们拉布 或者在议会里面倒乱 因为有另外的法律可以处理 也有议事规则可以处理 这一次要将他们取消资格 其实的原因 比如说郭荣幸和杨岳桥 在2019年的时候 就去到美国 见不同党派的人士 去过纽约 去过蒙泰拿州 去过俄纳江州 跟美国的议员在说 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他们表示支持通过 然后在2019年 郭荣幸在他国人的面书里 就说 他说所有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 已经向美国参众两院的领袖 发了个联储信 他们尽快完成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他们也有说 如果是佔到立法会选举 即本来九月后的选举 议席的大多数的话 除非政府答应他们的五大诉求 否则他们将会否决 财政预算案和其他的法案 博家琪在2019年九月的时候 向民主党 即是美国的领袖 呼吁美国政府 尽快完成这个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也都是在2020年六月的时候 在自己的面书那里表示 如果是他们可以占到立法会过半数 就可能表示无差别地否决政府的提案 除非你是接受过五大诉求 第四位就是一位梁先生 他在2020年在美国 参加一个美港交流会的圆策会议 事后的记者招待会报告 就是在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之下制裁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 他们是关注这个法案的启动机制 希望可以尽快宣布细节 等香港人有正式的途径提供证据 我这些是在报告里出出来 如果有些误差的话 是要跟选举主任的报告为主 我不是在这里诽谤任何人 如果是我错的话 你要跟回报告 很明显 这个不是拉布的问题 不是立法会里面有反对声音的问题 是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 应该是效忠中国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拥有基本法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你是不可以损害国家利益 还有作为一个香港的公职人员 你都不可以叫人制裁香港 我个人觉得 你就算在美国 都不会有一个议员走出来 是说我们的总统 是可以请苏联 来干预我们美国的选举 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位分 你是一个中国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你是应该效忠中国香港 第一一个两制不受影响 因为香港实行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仍然会 亦都会在大湾区的发展里面 是显示出这个资本主义制度 令到香港继续有它的生存价值 我们平日 我们也有民调做过 百分之七十的市民 认为国安法对他们平常的生活 是没有影响的 国安法是另一回事 国安法是没有追溯力的 所以这些人 现在是取消资格 不是用国安法来取消资格 是用他当时的行为 而是经过选举主任查过 而香港政府认为都是真确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证据 我看一个重要的影响 我希望就是第一 我们的议员确实要信守他的誓言 第二 你身为一个中国人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里面担任公职 你是对国家 对自己 对香港人 是有个尽忠的责任 第三 就是我希望有志之士 而仍然去参加服务国家 和服务香港 第四 我希望建制部在这十个月里面 是可以不受这些拖累 真真正正的为香港的复苏 和社会的和谐 和人民的福利 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我觉得就是违反誓言是个个人操守的问题 还有没有资格做立法会议员的问题 一人做自己一人当 我看不到在法律上或者逻辑上 有其他人要插手下去说 我都要参加 所以给一些支持你 他们不会影响立法会的运作 因为现在仍然有过半数个立法会 这一期的立法会的运作 正如我刚才说建制派 那个责密很重 第一 我们可不可以清零 我们不清零的话 可不可以很自由 很方便地融入大湾区 这个工程一点都不容易 第二点 我们经济要复苏 派钱 不可以支持得多久 我们要想办法 都要令到我们的经济可以复苏 最低限度不要坏下去 第三点 我们要修复社会的分裂 现在离开了立法会那批人 一路不同黑暴 由去年六月到现在 一路不同黑暴割席 我不是说他们牵涉其中 但他们是没有割席的 这样香港被人满炒 我们在最近出过Gallup poll里面 香港的law and order 即法律与秩序的排名 在十名之内跌到82名 现在中国排第三 这样可以证明我们为了黑暴 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如何将这件事挽回呢 这一派人走了 他们可以继续在一个地区里面 搞动作 为他们自己将来选举铺路 但是建制派就要赴上这个使命 香港可以复原 而他们只有十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 建制派是历史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做好 请多多留言